女人有这三个特点注定不幸福 一段婚姻生活幸不幸福 有很大一部分因素取决于女人 女人天性敏感多疑 经常会抱怨生活太艰难 自己老公没本事等等 而且她们会把自己的不幸都归绝到别人身上 丝毫不会自我检讨 这样的女人每天都在羡慕别人的生活 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的问题 一般来说女人有这三个特点注定不幸福 一 想太多的女人 女人和男人相比更容易感性 心思很细腻 这并不是缺点 但是把握尺度 有的女人经常因为别人的一句话 自己在心里都能想象出一部精彩的电视剧 比如老公在外应酬客户很晚才回家 他连原因都不问 就以为男人在外面遭夜花 某个朋友无意间的一句话 被他理解为自己被嫌弃了 从那之后便开始对那个朋友很冷淡 而那个朋友本身并不知道这其中的原因 无论什么事都会在他心里停留很久 翻来覆去胡思乱想 爱钻牛角尖 什么事情都要问个一清二楚 久而久之 男人就会很疲惫 而你们的感情也即将破碎 二 心太软的女人 心软是女人的通病 他们经常干的事就是 委屈自己成全别人 比如男人出轨后 对你苦苦哀求 你很快就会心软原谅他 结果会换来他变本加厉的出轨 总之不管男人做了什么事 最后你都会原谅他 一个不懂得心疼自己的女人 怎么去舍求别人心疼他呢 这种女人注定过不好这一生 三 不知足的女人 这种女人永远活在别人的攀比生活里 别人有的他都想有 比如你看隔壁小刘的老公 又给他买了一个新款包包 我不管 你也要给我买 在他眼里任何东西都是别人家的好 不知足的女人 一旦自己的欲望不被满足 就会苦闷 根本不会感受到自己生活的幸福